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发地农贸市场之间 将新鲜的蔬菜源源不断地送到首都人民的餐桌上 新的一天开始从固安县奔向北京新发地 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因为这会儿走光 车少点 再一个应货主要求 六点半之前到时候 今天早晨 起来看着有户 不知道有点反之前 不能随时到市场 每天早晨都是这个时间出发 早晨早早地走 晚上晚上回来 为了家人 为了孩子 为了老婆能购买两件漂亮的衣服 加油吧 凌晨六点的新发地市场 人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为了尽快卸完货回去装下一趟的蔬菜 凌远也总是习惯搭把手 帮着货主一块卸车 除了开车 装卸蔬菜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 凌远也一天之内需要驾车往返多次 这些年油价在场 然后这也进行 那也进行 然后货主 货主给钱其实不少 咱一样经过货站 还有这个什么 挤压吧 哪还挣什么钱 都是挣了辛苦钱 受累钱 玩便宜钱 一开始弄车那会儿 就是说家里边人特别特别的反对 就是不想让我弄车 每次一出车 家里边一家的人都睡不好觉 首付八万不到 七万八千六百多块钱吧 然后两年存期两年 一月换五千四百四十二块八百七嘛 反正最开始那压力是挺大的 他那个贷款公司这有一个ATP嘛 然后每一个都是看他那个老看老看老看 老数着那个一月份过日子什么 然后算着算着 哎终于还完一年了 还一年都还完了 看着那一个月一月往下剪得舒服 哈哈哈哈 嗯 最美 ShriYi 最美舍的就是我鞋 我鞋就是CGK我爹的飞家 然后 我结婚四五年了 然后一次到家都没回家过呢 这儿 我正在那儿 想农历了多少段时间 有些夏天 我那老板出一天那一个月的时候 要进入回他们开到家 我不认识别喜欢吃 嗯 像我闺女 一只儿一只儿做电环 我们家那边 康成大会一只六十 然后我说闺女 给爸爸电环 他就知道电环还管哪 说好了闺女 看暗暗吧 哪里都过暗暗 知道 坐这把大车 常备有了 连今天 都不急忙了点儿 我知道了 喜欢小时可以进行 所以还要知道那儿 都可以进行 所以要坐那儿 看看 他要带走的东西 然后 有些爸爸 还有 也许在那儿 我发动一下那儿 都是买的 特别客气 一天的运输结束时 凌云野 都是习惯 将第二天的蔬菜 提前装好 几个小时后 她又将开始 新一天的运动 回到家里 两岁的女儿正在家 因为只有每天的这个时空 凌云野才能带着她 和妈妈的出去 来 给爸爸电话 行了 那身喇叭单要走了 走啊 嘞 找你 找你妈妈去 爸爸可以转走 嗯 行 走 她进驾驶时 她是狼且家庭的运行 奉下方向盘 她是温柔的战友 让你此爱更近 千千万万的看出自己 和名人也一样 为了家庭 为了生活 为了美好的明天 她们不会疲倦 夜以继日地奔波在运输路上